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不伤心吗 母亲也着急 你的业障总得消掉吧 阻碍越大 只要克服掉之后 消掉的业障也还越多 这是母亲慈悲你 让你快速消业 母亲时时在你身边 你还如此狼狈 你这一点亏难算什么 你有你虚伏的大吗 这些都是你修行路上必定的考验 合格后 修行路便会平坦顺畅 你如若退缩 其他师兄如何前进 修行不易 考验不断 看看你的境界能提高多少 愚痴啊 就是放不下 魔杖是来阻碍你的软胃 让你痛苦 让你难过 让你纠结 你是佛弟子 你能放下多少呢 要以苦为乐 也是神间般的境界 纠结痛苦 一切无法更改 只有加快脚步 勇猛上前 一切自会化解 心灵净土是佛祖赏赐的一方净化心灵之地 你们修心灵法门的孩子有缘分 有根基 往生之后都会去往心灵净土 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园 有诸多菩萨讲经书法 你师父也会不定时地给你上课 只有真修实修的佛子才能进入家园 师父 我分享完了 师父 那个基灵净土是极乐世界当中的一块 还是另外有别的地方呢 别的 在极乐世界边上 那你经常听那个佛经理讲 提到中方流离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是不是类似一个像星球一样的国度啊 有这样一个实境吗 还是靠菩萨的艳丽幻画出来的呢 有这么个实境 就是给了心灵法门 实际上你刚刚听菩萨没讲到 还没讲到 是谁画出来的 你刚刚没听 你自己说了 忘记了 佛祖 好了 听懂吗 啊 佛陀的 啊 明白了 是佛陀的 佛陀给的 所以你看 师父现在走的路 是不是照着佛陀的路在走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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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现在明白了吗 嗯 现在明白了 反应师才是 嗯 他跟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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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 每一个大的佛 他都 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愿力 可以画出 任何各种 能够 啊 救度众生的那种净土 听得懂了吗 就比方说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现在 师父现在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小愿望 你看 我就可以让 我们要学 这个 心灵法门的佛友 能够有心中每个人都一块净土 这就是你画出来的呀 人间就会有 明白了吗 嗯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